好 我們現在上天文裡面的太陽系 這個講的是太陽 太陽上面的數字都不用背 講義上有個是不用背 它只有一個要背就46億年 這是我們前面教過的太陽系有46億年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有人有問過之外 其他都不會問你太陽有多大 太陽密度其他有多大 太陽密度有多大 就都不用管它 你只要記得說 它46億年夠 其他都不用背它 太陽系 太陽帶著一堆的成員 構成了一個所謂太陽系 上面的字要照次序抄 因為講義上是有英文 一個中文對一個英文 超錯了中文就不對了 太陽帶著旁邊的行星 帶著衛星 帶著小行星 帶著彗星 然後繞著太陽轉 就構成了所謂的太陽系 那衛星除了會繞太陽轉之外 也會繞行星轉 我後面都會教 這些行星、衛星、小行星跟彗星 就是我們後面要教的內容 另外 太陽系是宇宙獨一無二的名詞 為什麼 因為別人我都看不見 我剛才跟你講過了 一直到最近 人類才有辦法 觀察到 一些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稱為系外行星 也就是說 別的恆星的四周圍 有些什麼玩意兒 我根本就不清楚 根本就不曉得 所以我也就不會有個名字說 那個組織 那個結構叫做什麼 太陽我清楚 我們在太陽系 太陽旁邊有什麼 我知道 所以我就把這一堆東西 就合稱叫做所謂的太陽系 就會說太陽系是宇宙獨一無二的名詞 就是我們沒有別的有像類似的名詞 所以別人有什麼我都不曉得 太陽就是主要的情況就是 心會融合成害 前面講過了 然後它進行核融合反應 然後呢發光發熱 發光發熱 前面也都教過了 恆星會發光發熱的原因 是來自核融合 然後活中程度 基本上只告訴你 心會融合成害 這溫度很高 中心溫度上千萬度 表面溫度比較低 五六千度 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所謂的恆星的顏色 代表就是所謂的表面溫度的高低 表面溫度的高低 五六千度 太陽是個黃岩石的星球 太陽 這能量來源就來自於核融合 然後氫融合成害 它主要就是氫跟害 然後呢 對太陽而言 對太陽而言 它只有一點點的能量給了地球 太陽那麼大 像四周散發能量 其中是一點點會到達地球 所以以太陽的眼光看 它分給地球的能量只有一點點而已 但是對於地球來講 這幾乎就是全部 地球上的生物 它的能量來源 除了少數例外 在極深的洞穴 極深的海裡 這些少數的例外之外 你的能量 數到最後 都是來自於太陽 你吃牛肉 牛肉給你能量 可是牛肉是牛的 牛要吃炒 炒給牛能量 炒要行光和作用 太陽給它能量 所以數到最後 就是太陽作用 你直接吃青菜 直接光和作用 太陽能量 所以 你的能量來源 數到最後 幾乎都是來自於太陽 都來自於太陽 除了少數例外之外 其他都來 所以 以太陽眼光看 它只分給了地球 極少的一點點 但是它卻是地球上 幾乎所有 生物 生存的能量來源 同時呢 地球大氣會運動 熱上升冷下降 為什麼會熱 曬太陽 不曬太陽 不曬太陽的關係 所以 它就是整個大氣的整個 運動的狀況來源 海水 蒸發也是因為曬太陽 不曬太陽 然後呢 根據化石的證據顯示 太陽以現在這個速度 發光發熱已經很久了 我們在看到化石真理 31年前就有液態水 就表示 那個時候太陽 不會比現在冷很多 冷很多 水就結冰了 也不會熱很多 熱很多水就變水蒸氣了 所以它能夠維持 有液態水的狀況 表示現在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已經很好 那我們估計 太陽 雖然大概51年 現在51歲 我們估計太陽會再火51年 然後等它要死 翹翹的時候 它又變成紅巨星 然後膨脹 然後很大一顆 然後把地球吃進去 地球就再見了 不過這件事情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你的孫子的孫子 一百遍孫子都不用擔心 真孫也可以 真生的真生的真生 一百遍孫子都不用擔心 這個問題 你完全不需要操心 太陽毀滅這些問題 十一年後 十一年後 這個 這個東西現在已經不太需要 而且現在也不流行 現在喜歡講的叫做 現在喜歡講的叫做 太陽閃燕 就是太陽活動 噴發露叫日 日 太陽每樣噴發露叫日 然後你剛剛照片 旁邊這裡有一張照片 這個 應該要換成黃顏色 然後這一顆 就叫地球 這個日耳這麼大 地球 什麼大 比例子 那你知道它 這麼大一 OK 日耳 它會干擾地球的無限電運作 破壞一些高空的東西 然後我們也懷疑 強烈懷疑它會影響到地球的氣候 因為它會破壞 它會在高空對高空大氣的產生影響 很影響 然後一些電力的作用 就看看就可以了 這個對國中生 不重要 而且現在也不太流行講日耳 然後這個是太陽光 太陽光 表面會有往外噴出很多高速的帶電力 我們稱之為太陽光 講義上有一個知識法律 你自己看一看 它有知識法律 看一看 然後這題也是就讓我心中暗爽30秒 為什麼 學生有考 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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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有考 它其實課本上 課本其實並沒有交代的那麼清楚明白 跟學生一樣好 那因為我有教 所以我就心中暗爽30秒 學生應該會 可是下學期 下學期的理化會教 然後 帶電力子 通過磁場的時候會受力 然後會偏向 就是下學期的理化的重點 就是 九年級下學期 羅三下的時候是它的重點 那麼太陽噴出的高處帶電力子 衝下來 衝下來 然後呢 受到地球磁場的作用 偏向南北極 然後呢 去打擊內裡的空氣 激發 然後就發光 就是極光 天空的霓虹燈 學生就問你說 它是受誰的影響 地球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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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太陽光受地球磁場 偏向南北方 產生極光的作用 這也算就是我們的地球磁場 對我們的保護 對我們的保護 它把這些高速帶力鏈地 偏向轉移的方向 方向 OK 好 這題學測有考過 羅威的極光 我們會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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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